为什么人们喜爱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主要角色 莎士比亚的名剧《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是一部以1600年左右的五幕为背景的悲剧 哈姆雷特不仅仅是一部复仇剧 它还涉及关于生命和存在、理智、爱情、死亡和背叛的问题 它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 自1960年以来 它已被翻译成75种语言 包括克林贡语 但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哈姆雷特呢? 在这一集中 我们会讨论 戏剧开始超凡脱俗 戏剧开始时 丹麦王子Hamlet和神似于他最近去世的父亲国王的鬼魂对话 鬼魂告诉Hamlet 他的父亲被国王的兄弟Claudius谋杀 Claudius继位并娶了Hamlet的母亲Gertrude 鬼魂鼓励Hamlet杀死Claudius 为父亲报仇 Hamlet面前的任务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是鬼魂试图引诱他做一些将他的灵魂永远送入地狱的事吗? Hamlet质疑这个幽灵是否值得相信? 他的犹豫、痛苦和悲伤使这个角色如此可信? 他可以说是文学中心里最复杂的人物之一 戏中戏 Hamlet组织演员重演他父亲死于Claudius之手的谋杀案 以测试Claudius的反应 Hamlet质问他的母亲关于他父亲被谋杀的事 并听到有人在幕后 他认为是Claudius用剑刺那个人 事实证明 他实际上已经杀死了Claudius派来监听的竞城Polognes 女性的角色 尽管Gertrude和Ophelia在剧中都受到了相当短的冷遇 但他们是当时女性的有趣写照 如何在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世界中应对 Gertrude嫁给他丈夫的兄弟 但他试图挽救Elsinore的政治和家庭领域 Polognes的女儿Ophelia爱上了Hamlet 但自从Hamlet得知父亲的死讯后 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 他父亲Polognes和他哥哥Laertes 只是Ophelia拒绝Hamlet的追求 最终 由于Hamlet对他的混乱行为 以及他父亲的去世 Ophelia自杀了 这些女性角色的力量 在这部剧中非常令人着迷 一切都是关于如何处理悲伤 Hamlet在Ophelia被埋葬时回到丹麦 这促使他思考生命、死亡和人类状况的脆弱性 这种独白的表现是评论家如何评价 任何扮演Hamlet的演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莎士比亚的最佳兄弟情 Hamlet和Horatio的友谊是整出戏中最好的 Hamlet唯一信任的最好朋友Horatio 试图从自己手中拯救Hamlet是整部戏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Laertes从法国回来 要为他父亲Polonius的死报仇 Claudius与他密谋让Hamlet的死险的意外 并鼓励他给他的剑图上毒药 他还将一杯毒药放在一边 以防剑击不成功 Hamlet的母亲Gertrude不知情而喝了那杯毒药而死 在战斗中 箭被互换了 Laertes在用毒箭击中Hamlet后被毒箭击中致命伤 他在死前告新Hamlet一切密谋 Hamlet刺伤Claudius 并强迫他喝下剩下的毒酒 Hamlet的复仇终于完成了 在他临终的时刻 他将王位传给了丹麦的敌国挪威的王子Fortenbras 并恳求他活着下来讲述这个故事 来阻止他最好的朋友Horatio自杀 当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崇拜的角色 以一种显然会随着他们的死亡而结束的方式 螺旋式下降时 我们无法抗拒这种可怕的 扭曲的感觉 但他们会战斗到最后 给我们一线希望 他们可能会从周围的恐怖中解救出来 那就只能让我们的希望彻底且不可逆转地破灭